这仁皇血脉乃是九九至尊 更是华夏之族 世间人类无论来自哪里 必贵里相迎 就在刚刚 轩辕剑的出世震慑了西方所有主神 面对这把东方神器 奥定甚至不能再拖 趁着仁皇帝心麻痹大意之机 他极为狡猾的复制了九把永恒之枪 当汇聚所有攻击为一点之时 竟直接击碎了帝心的轩辕剑光 永恒之枪透提而出 只见帝心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他手握轩辕剑柄将其插入地面 勉强的支撑着自己的身体 他腹部被贯穿的伤口是让人不寒而栗 难道这即便是仁皇 也没有办法逼见神明吗 就在这时 女武神布伦细尔罗的眼神变得尖锐了起来 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果不其然在这竞技场上 人们已经认定此一战 人类方败局一定的时候 帝心的身上突然被一股神圣的能量所包裹 那顽口大的伤口瞬间恢复如初 这能量的气息让西方各位主神感到无比的熟悉 不错 这正是来自圣祭女武神锐吉雷夫的力量 原来他早已进入人皇体内 此刻他牺牲了自己 将神迹再次的展现给了众人 台上宙斯剑后是咬牙切齿 想不到世家的一连脱身 到了此刻还在左右着战局 而人皇帝心手握轩辕剑 他站了起来 左手下意识的按在了自己的腹部低头不语 对于圣祭女武神的牺牲 他无比自责 可他却想不到就在刚刚的生死时刻 他体内的人皇血脉被彻底的激活 他身后那个若隐若现的虚影 顿时变得清晰了起来 当他再次抬头之时 这人族皇位迸发而出 使得奥丁竟下意识的后退了半步 原来此刻被激活的虚影 竟然是华夏民族共主 无敌之手 轩辕皇帝 而同一时间 轩辕剑竟然自己颤动了起来 时隔前年 当年与赤油的大战是历历在目 只见地心双眼金光乍现 人皇之威更胜 那肃杀的眼神中 似乎充斥着视神二姿 场上众人类 无论来自哪里 都纷纷行下跪之离 突然人皇帝心如炮弹般射出 身旁的轩辕剑气 同时凝聚成泰山之势 只刺奥丁 这北欧神王一时间乱了阵脚 只因为他发现自己 被轩辕剑锁定之下 身体根本就无法动弹 这华夏神器竟霸道如此 下一秒奥丁以神力开启防护 可为时一晚 简直顿碎 这一时间地心原地消失 竟直接出现在咖的头顶之处 他手持轩辕剑 摆下倒叉之时 而那剑气更是直接凝聚成了 一把巨大的弃剑 落下之时 奥丁被直接打入深坑之内 可谁能想到 这奥丁的身体无比强悍 种此一剑 他竟然还能站起来 只是狼狈了些许 而一旁一直在缠斗的主罩和幽影 突然一声大吼 竟直接飞入轩辕剑内 人皇地心站在场中央 拒剑指天 这一动作让奥丁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收到了危险 直接轩辕剑光 一瞬间围满整个竞技场 天上天下 无意漏洞 刹那间剑刃寒光闪过 突然加速 那无数的剑影 一时间染白了这一方天地 而这就是轩辕剑阵 无尽此阵神魔剧灭 奥丁的梦魇魔狼和齐美拉一瞬间被坟灭殆尽 甚至连残骸都未能留下 这个时候奥丁的头顶处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白剑刃 其中饱含了阴阳混沌之力 还未等他做出反应 这剑刃直接就砸了下去 当尘土飞扬过后 台上宙斯的手都开始颤抖了起来 只见奥丁头发凌乱 一条左臂被生生打掉 简直狼狈不堪 而这位北欧神王 也终于在这最后的时刻 彻底疯狂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